2002年的7月 被开发商目标软件寄予厚望的情商问世 他曾参加了那一年的一三展 很多国外的专业媒体都对其进行过报道 Gamesport还将其称之为历史版的暗黑破坏神 可以说是很高的赞誉了 目标软件雄心勃勃 他们除了在本土推出游戏之外 更是制作了英文、日文、韩文和俄文版本 其中的韩式两版都是由卡普空负责代理的 那段时间情商的身世一时无两 翻翻杂志随时可能看到关于他的报道 让人觉得按照这样的热度 发售后可能会创造中文游戏界的奇迹也说不定 但事实却并没有 从各种查到的资料以及后续的发展都能看出 情商在国内外都没能形成大热销的态势 对此作为游戏经销商的我 也有一点点的发言权 那个两三年当中热销的游戏并不少 比如《轩辕见三天之恒》 《月影传说》 《仙剑二》等等 每一款都曾出现过供不应求的情况 但情商却备受冷落 即便我跟顾客竭尽全力的推销 也很难说服其购买 网上对于情商为什么会失败 有着许许多多的分析 其中不乏万字常文 他们的分析都挺有道理的 但作为经销商 我们在推销一款游戏的时候 成功与否的关键 往往是一些最直观的东西 比如封面图片 封底的截图 以及文字介绍等等 情商的画面非常写实 制作组对于情商的分土人情 建筑风格 生活器皿等诸多元素 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 就拿酒楼来说 在如今的那些MMORPG里 看到的酒楼都是光鲜亮丽 干净整洁 跟旅游景区里的建筑没两样 但是情商里的酒楼却是破破烂烂 斑驳的泥墙和木板门 将里面隔成了好几块区域 大家在草席上落座 对酒当割 后面厨房里的灶台 蒸锅 案板 以及摆放调味料的老旧橱柜 所有东西的位置 显然都经过认真规划 非常合理 民宅和有钱人家的屋子 内部环境截然不同 铁匠铺的炉子冒着黑烟 将周围一圈熏得漆黑 一站里摆放着简陋的床铺 供客人临时使用 所有一切给人的感觉 只有两个字 真实啊 两千年前的世界 大部分的东西都得反复利用 房子也是代代相传 修修补补 当然不可能像现在一样 到处光鲜整洁 城里百姓的衣着 士兵身上的盔甲 也都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样貌 甚至就连人物的面容 也是尽可能的接近秦国人 我还记得当年 向某个顾客推销秦商的时候 他盯着封面上的人物 看了一会儿 笑着说 这是西安秦始皇陵的宣传广告嘛 然后摇摇头 又将其放回了原处 对此我也只能一声叹息 我本人其实对于秦商的那种 写实风格是特别喜欢的 可惜那个年代 大部分的人 还是更能接受华丽的建筑 夸张的人设 对于秦商的写实风格 反而觉得有点low 游戏在随后的两三年当中 陆续推出了多个版本 价格比之前更便宜 而且每一个版本 都更换了封面和文字介绍 尝试吸引更多人去购买 再后来 便默默的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老曾我其实一直想跟大家聊聊 这款悲情的好游戏 奈何之前找到的版本 都无法正常运行 好在前几个月 官方在某平台上 推出了个修复版 将画面高清化 关键是用最新的Win10系统 可以比较正常的运行起来了 我也趁此机会采集了一波素材 情商拥有超高的完成度 在当年看起来 几乎是无死角的存在 至少我本人是这么认为的 但岁月在流逝 世界在变化 20年后的今天 快节奏游戏成为主流 相比之下 情商里面的对话繁多 一些环节也略显冗长 所以没有耐心玩的哥们 不妨看看接下来的内容 至少能够对这款有口皆悲 销量却铺切的悲情作品 有个大致的了解 情商的故事发生在 其末汉初的那段时间 主角扶苏历史上却有其人 他是秦始皇嬴政的长子 原本被确立继承王位的 可是太监头子赵高 和丞相李斯却不同意 在嬴政死后 他们逼扶苏自尽 用力其弟弟胡亥为新皇帝 不过游戏里的扶苏 并没有乖乖受死 他在大将军蒙田的帮助下 从自己所在的上郡杀出重围 之后日夜兼臣 赶往首都咸阳 他不相信秦始皇会下招让自己去死 无论如何都要找爸爸当面问个清楚 可是一路上危险重重 到处都是围追堵截的士兵 即便扶苏武艺高强 又有好心的百姓相助 也还是落得一身伤 行至一处小村庄 感觉自己有点撑不住了 好在村子里有个叫赵倩的猎户 好心帮他治疗伤口 由于赵倩是女子 不方便让男主进屋疗伤 于是将其带到后山的一处洞穴 在治疗完毕后 赵倩说这个洞穴很深 你最好不要往里面去 以免遭遇危险 但这番台词对于身为玩家的我们来说 反而意味着飞进去看看不可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嘛 然后 当年的我就被怪物打死了 这个事儿印象还蛮深刻的 因为怪物的攻击带有毒属性 关键是开局到现在 连个药垫都没出现 我在身上没有红药 无法快速回血的情况下 战斗起来那叫一个艰辛啊 山洞里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宝贝 值不值得耗费力气慢慢探索 那就见仁见智了 包扎好伤口 稍事休息便继续上路 途经小城扬州 被守在此处的士兵逮了个正招 好在这群士兵的首领孔刚 居然是个老相识 一年前 孔刚因为犯了事儿 差点被斩首 正是扶苏极力为他说情 才得以保全性命 这会儿当然是投逃暴力 保护着他偷偷逃了出去 从此之后便成了队伍里的第二人 孔刚的职业是力士 不仅擅长进战 还能够召唤动物协同作战 属于强力队友了 还没有进咸阳 就听说秦始皇已经驾崩了 扶苏大吃一惊啊 什么 爸爸居然死了 那我背负的罪名怎么办 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关键是前方不远处 就已经是咸阳城了 考虑再三后 还是决定进城吧 因为城里有一个叫环芬的将军 是儿时的好友 属于铁哥们那种 想来应该不会害自己 正好可以问问情况 咸阳不愧是大城市 砖瓦结构的房屋占据了多数 城里主路上都铺上了青石板或者地砖 比之前的那些小城镇要气派多了 跟环芬见面当然是有风险的 好在此人确实把扶苏当成了兄弟 丝毫没有要加害他的意思 环芬说秦始皇是在巡游的途中 忽然就暴毙的 具体什么原因未知 而且葬礼办的十分匆忙 他觉得事情有蹊跷 或许老皇帝是被谋害的也说不定 至于调查的唯一方案嘛 那就只有下皇陵验尸了 但秦始皇的灵寝 哪是想进就能进的 当中机关重重 还分成了外陵墓和内陵墓 而且大量的军队守护在陵园的外围 想要直接闯进去几乎不可能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总得一个一个解决 扶苏稍微整理了下思绪 觉得首先得找个精通机关术的人才行 否则即便进入其中 那也是有去无回 在配信终于打听到了一个知名的工匠 萧起 他目前正在为刘邦效力 此人肯定是精通机关术的 而刘邦原本是该线的亭长 因为私自释放囚徒 目前成了官兵缉拿的罪犯 逃到荡山躲了起来 当下立刻前往荡山 也见到了刘邦 可是却得知萧起并不在此处 他为了处理一些琐事去了彭城 于是快马家变得再赶到彭城 终于见到了萧起 他听说扶苏要进皇陵 觉得此人是不是疯了 不过女徒弟金无忌却跃跃欲试 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展身手 交谈中得知 金无忌原来是金科的女儿 男主听了十分无语 金科次秦王 他爸爸曾经想要杀我爸爸 如今我却得带着他行动 可没有选择 总得带个精通机关术的人才行 萧起本身也有一个著名的兄弟 萧和 好家伙 金科 刘邦 萧和都跟你有关系了 还有什么名人是你认识的 不过这些都没有他接下来说的话重要 原来萧和一个多月前 曾经告诉过他一件事 秦始皇当年修建林寝 动用了大量的劳工 这些工人在修建完毕后 通通被活卖在里边了 不过凡事没有绝对 有些聪明的工匠 在一边修林寝的同时 一边也在偷偷挖隧道 准备逃命 其中一个叫田刚的工匠 逃跑后至今都没有被抓获 并且透露说 这个人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躲在恒山的某个地方 有了这条讯息就好办多了 跑到恒山一顿搜索 终于从山洞里找到了田刚 他和当时的一群工匠们 确实偷偷开凿了一条逃生通道 至于通道的出口嘛 如今当然就成了我们进入皇陵的最佳入口了 只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皇陵里面都是毒气 需要先去苗疆找到必毒圣物金蝉珠 再找到干匠 墨烟 鱼场等七把神剑当中的任意一把 用削铁如泥的宝剑 才能够劈开洞口的石块进入其中 找东西的过程就不赘述了 自然又是一番艰辛的旅程 把全部物品齐备 人员齐备后 扶苏带着他的小伙伴们朝着皇陵进发 此时我们队伍里 已经有了三男两女总计五名成员 再加上历史的技能 召唤三只老虎或者五匹野狼的话 那场面还真是非常壮观 一堆的人和动物形成战斗军团 我当年没有玩到情商之前 一度认为它是个暗黑破坏神类的游戏 结果玩了之后发现差别还是很大的 不仅剧情当中的对话选项繁多 战斗也不是把人物圈起来 鼠标点点完事 那样会死得很惨 必须分开指挥 用迂回包抄等战术对付敌人 还要活用人物的特性 很多时候真的有种在玩及时战略游戏的错觉 个人感觉它跟博德之门倒是非常相似 而且可玩性一点也不逊色于博德之门 只是难度真的比较硬核 玩起来手忙脚乱 还随时可能领核饭 言归正传 一行人真的找到了工匠所说的密道 也用宝剑劈开了门口的大石头 走过长长的隧道 终于来到情史皇陵内部 静无忌的能力此时也发挥了出来 将路上的陷阱一一拆除 这里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皇陵里的陷阱实在是太多了 金无忌必须一直在前方探路 而且首先得用看破技能识别出陷阱 然后再切换成拆除技能 上去一个个的拆掉 操作起来很繁琐 关键是路上还有敌人 其他的队员也得紧跟在后面随时待命 看到敌人就让金无忌后撤 大部队上前 刚开始还觉得蛮有战略趣味的 可是很快就会开始头疼 满大街的陷阱 有种怎么拆也拆不完的感觉 可是不拆又不行 一旦踩上去 就可能是全军覆没的结局 像这样 游戏里的同伴是无法复活的 死了就是永久性死亡 死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因此我们前进路上的每一步 都得小心翼翼 拆陷阱虽然麻烦 总好过反复的独当重来吧 秦林的壮观自然无需多言 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纵横交错 排列在大小坑洞内 其中的一部分还会转化成阴兵 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在最下层空旷的大厅里 见到了BOSS 哈尔的移动城堡 秦桑总体风格非常写实 这个BOSS算是少数外形 比较夸张的之一 发射的钉子威力十足 需要用灵活的走位 慢慢跟他周旋 城堡是秦始皇 墓室钥匙的守护者 之后便可以进入 真正的墓室当中 打开棺果 看到秦始皇嬴政 确实躺在里边 但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手上还抓着一块玉佩 扶苏仔细一看 哦 这不是弟弟胡亥的随身玉佩吗 再通过进一步验尸 发现嬴政还伸中一种慢性毒药 种种一切都让扶苏既愤怒又无奈 愤怒的是爸爸果然并非突然暴毙的 他要么是被毒死的 要么就是被人勒死的 而弟弟胡亥估计跟这事脱不了干系 可如今目已沉着 势单力孤的他又能做点什么呢 不过环丰听闻后却给出了个建议 他说秦朝如今风雨飘摇 各地百姓纷纷揭干起义 而你想要对付胡亥 就只能借助他们的力量 扶苏听了之话沉默许久 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办法 他身为秦始皇的儿子 当然不希望秦王朝覆灭 可如今想要复仇 以及弄清楚爸爸的死因 就必须跟义军站在同一阵线 否则就凭手下的几个人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近胡亥和赵高啊 从此之话 扶苏开启了他去各地帮助义军的旅程 项羽、刘邦、陈胜、吴广 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纷纷登场 我们也东奔西走跑断腿 游戏里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从一座城市去到另一座城市的时候 可能需要走过大片的荒野 经历一连串的战斗 也可能就不会出现野外场景 直接进入下一座城市 我们可以利用SL大法反复刷图 跳过那些野外战斗环节 大大加快游戏进程 当然了 前提是自身的等级足够高 不需要再通过战斗练击才行 游戏后期的难度可不是盖的呀 在跟一众异军首领接触的过程中 扶苏发现项羽和刘邦最为强大 但项羽这个人厉害确实是非常厉害的 可性格比较的刚愎自用 最终还是决定跟刘邦站在同一阵线 协助他一道率领大军高歌猛进 打到了咸阳城下 扶苏也趁着混乱偷偷潜入皇宫 他准备找弟弟胡亥 把一切都问个清楚 想不到见面的时候 对方已经奄奄一息 原来赵高先一步派人过来 逼死了胡亥 准备重新扶持一个傀儡皇帝 奄奄一息的胡亥告诉男主 秦始皇不是自己杀的 当时是被赵高上去勒住脖子 他则因为极度的害怕 吓得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父皇被谋害 行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呗 反正如今目标很明确了 干掉赵高 替父报仇 赵高的府邸被建造的非常巨大 是一个不断向下延伸的迷宫 加丁守卫似乎无穷无尽一样 不断从四周涌过来 经常还会出现很厉害的术士 趁着前方守卫突击的档 在后面放软件 相当考验我们的操作技巧和反应能力 在低宫的最深处 发现了躲藏其中的赵高 此时任何语言上的交流都没有意义 因此只说了几句没有营养的台词后 两帮人马便展开生死大战 作为最终boss 赵高非常强悍 打完正常的人类形态后 他会被红色血光包围 化身为火焰战神 一边瞬移 一边释放火球和火焰弹 这还没完 再次被击倒后 他的身体又闪起了金色的光芒 像个神仙一样跳上跳下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过我们也知道 这一定是强弩之末的表现了 否则再有第四个形态的话 未免过于拖沓 被击败后的赵高发生了大爆炸 游戏也迎来了结局 扶苏望着四分五裂的赵高 心里百感交集 大仇已爆 可问题是 大秦帝国如今也是风雨飘摇 自己就算登上王位 又能做点什么呢 仔细想想 还不如让刘邦做皇帝算了 此人能力强 应该能够建立起稳定的社会 于是又找到刘邦 跟他一起完成剩下的战役 在刘邦登基之时 自己悄然归隐山岭 并且改名叫子秦 大概是指自己永远是秦国的子民吧 其实说点实在的 就算扶苏准备自己当皇帝 也得问问刘邦答应不答应啊 人家半身戎马 东征西战 如今更是濒临城下 他会允许你扶苏当皇帝才有鬼了 所以另外一个结局的演出就比较真实 手刃仇敌的扶苏 跑到皇宫外面 看到黑压压的刘邦大军 知道自己当皇帝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带着心爱的女孩 到苏江隐居去了 其他还有到塞外隐居 到桃园隐居 到日本隐居 到墨门隐居等等 当然也可以不隐居 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 辅佐他统治天下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刘邦深信多疑 绝不是什么善人 辅佐他的下场 可不见得比龟隐要好 顺带一说 游戏里的结局 是需要满足不同的条件 才能触发的 但是呢 如果此前 同时满足了好几个结局条件 那么就会随机发生其中的一个 就像我这次采集素材的时候 反复读取结尾处的存档 就看到了好几种不同的结局 也是蛮奇特的设定 情商是款好游戏 不仅流程够长 手感画面 游戏性等方方面面都很优秀 可惜并未获得跟品质 相对应的市场表现 不过该系列 却并未因此而消亡 2004年 情商前传上市 算是对故事的补完 再之后 目标软件也投生到网游的浪潮之中 那个年的盗版横行 单机游戏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唯一有可能赚到大钱的方案 只能是网游 于是情商添交 情商世界等网游星座 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老孙我当年一直在玩剑侠网游 对于情商的那些后续作品 就不甚了解了 因此唯一能怀念的 只有这款叫好不叫做的 单机版情商了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哦 谢谢大家 葚菜 dengan 杨凯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